大家好,我是大树 世界500强的恒大集团 终于被红社会给消灭了 杀鸡敬猴,恒大是最好的例子 这也预示着红社会的混乱 又进一步的噩耗 到底习霸准备下一步什么大棋 我们今天就来轻松的聊一聊 我们知道 恒大作为中国房地产的最大开发商 在2021年他就进入了这种债务危机 恒大进入债务危机 实际跟习霸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么习霸在2020年就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结果随之而来的政策 就是三道红线四党监管 那假许而言之 这个政策就是说 如果你踩中了其中的三条红线 你就不能再扩大企业借钱的这种规模 这也就意味着 你接下来做的事情 你都要自掏腰包 可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企业家哪有那么大的现金流 都是你欠我 我托你 你还我 我再给你的这种周转模式 所以恒大确切来讲 就是被三道杠给断了资金流 而且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伪民 它投入的跟不上赚的 再加上各种政策限制 所以恒大就出现了各种雷暴 但是踩中三条红线的不只有恒大 那为什么就恒大先挂了呢 而且恒大的雷暴 对中国伤害其实非常大 因为它和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是对接的 而且呢这会让老百姓和民企还有这个外商失去信心 不敢再投资 那最主要的呢 它搞到人心惶惶 但是 红社会为什么最终就放弃了恒大呢 所以呢 这也就意味着 如很多人猜测的 是徐家印涉及了曾庆红与习霸之间的斗争中 那之前呢 习霸又打了太子党 前两天呢 又去老矛头的封桥经验的发源地 那这都意味着 习霸呢 将下十手清理一己去保自己的政权 那大家对这个封桥经验呢 其实也都熟悉啊 就是老矛头的一个政策啊 就是说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啊 就是放任群众搞这种阶级斗争 然后群众斗群众啊 所以呢 这也就意味着 文革2.0啊 很可能就全面打响了 那这也说明呢习霸知道自己的敌对势力越来越多 他要丢经济来保这个政权了 那中国的血雨腥风啊 也就要看小粉红的愈化程度了啊 就要看他们怎么去参与了 好啊 那我们再说回恒大老总徐家印的这个事情上啊 他其实呢 也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的 所以呢 在自己死悄悄之前呢 他就与妻子离婚了啊 所以当时呢 网上就有很多人说啊 这个徐家印呢 就是让老婆带钱去跑路 然后债务呢 让自己去背啊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离婚 所以很多人呢 就喊口号啊 要拿下徐家印啊 那后来呢 就有了很多关于恒大的负面新闻啊 就被大量集中报道 其中之一 最巫的啊 就是恒大歌舞团的这个团体啊 这个团体呢 如果你们去找的话 你会发现啊 他们在CCTV举办的各种大型歌舞活动比赛中 获得了很多金奖 那么大家想想 一个非专业出生的恒大 竟然搞成了专业化 还打败了各种专业化的队伍啊 获得了各种大奖啊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背后的关系啊 那么一年 没有多少场演出的这个歌舞团 基本是砸钱一个状态 他不赚钱 所以大家想想 这歌舞团 他要他有什么用 那一个房地产的老总 不赚钱去培养一堆小狐狸精啊 所以呢 人玩的就是心跳 玩的是技术 因此呢 想必大家也知道 这些小狐狸精啊 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那么红社会呢 会把如此多的风向 在同一时间 都聚焦在恒大这种内幕上 那说明呢 恒大是要翻车的 所以呢 表面上看啊 搞的是徐家印 实则是喜霸 向其他派系全面宣战 所以接下来呢 很可能还会搞出更多的大瓜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碧桂园啊 之前吹嘘自己的销售量 是第一的啊 可是人家报道呢 他欠人家每债利息 2250万 而债权人呢 就找他追债啊 结果还没有追到这个利息 这也就是说呢 如果碧桂园还不上钱的话 他就即将会雷暴 但是呢 他现在又是一个 表现非常好的 这个三好学生 也就是说呢 他要能拿到这个融资呢 然后还上这笔钱呢 他就可以继续存活下去 那有人说啊 恒大是做事啊 碧桂园是被习霸害死的啊 我看呢 不见得啊 很可能呢 败也习霸啊 成也习霸啊 就看习霸要不要保他啊 因为如果碧桂园再倒 中国最大的这种吸金行业 房地产市场啊 就彻底全面的凉凉了 那中国人呢 那中国人呢 真正的苦难 全在后期 蓄势待发 所以呢 碧桂园啊 就看习霸一句话 保还是不保 那恒大出现的这些危机呢 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啊 就说再强大的帝国 都有他终结的一日啊 因为只要他和人绑在一起 那就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中国呢 也可能就到了这种 时事造英雄的时代啊 那么同样呢 有很多土匪流氓 会更加的猖獗 就所有的这些事件呢 我认为啊 只要派系大哥还在啊 世界那几个 被拴在同一条船上的大哥没倒 那么习霸呢 越挣扎 世界对中国的围剿 就会更加猛烈 这些围剿呢 就是体现在经济和民生上面 因为只要有压力 才有动乱 才能让习霸军心不稳 所以这么说呢 习霸呢也不容易啊 就是说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 敌人是从哪里下手的 他背后都联络了哪些大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 世界都在反习 石宝这个政权呢 其实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敌人出现 因为红色江山啊 是无数人用红色换来的啊 他在清理的时候 表面上是清理人 实则是清理他背后掌管的一切 包括关系网 社会网 这就相当于 他在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 动人家的奶酪 而这个结构网里面呢 又无数的人啊 奋散在世界各地 都是不干净的 都是这么过来的 也就说呢 习霸怎么做 怎么动 都会得罪人 而且他的整个红潮命脉 都在不同的人手中 他只要对任意一个家族的人下手 那么对方呢 就会感到不安 就会不信任 所以斗争呢 就会不断的加剧 敌人就会不断的出现 而习霸呢 以为自己换了自己的人啊 就是习家军的天下 可是习家军 他不也是这个体系中的人吗 他也不干净啊 他也慌啊 而且呢 习霸呢 在换血的这段期间呢 习家军的战狼形象 厚颜无耻 各种坑爹缺德 强硬 狠毒的政策 让老百姓饱经摧残 他害死了无数的企业不说啊 他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的 这么一个状态 而江系留下的迫害遗产 他还继续保留 这就相当于老的 旧的 新的 他全部都得罪了 所以呢 与其说 他保的是政权 得天下 但是从所有的世界来看 他即将失去这个政权 而失去所有的一切 因此呢 这个习霸呢 就是我说的这种人 有福拿 没命想 很悲哀 所以话不多说了 时代也不同了 他再怎么玩老毛头的政策 都是不断的培养反对势力 因为时代不同了 人也不同了 争斗百年了 大家也都知道羊毛 出在了羊身上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觉得 不可再回收的垃圾 那就要丢掉 清理掉 其实呢 以中国式的发展 真正的儒家之道 恢复我们中华的这种传统文化 我敢保证 以我们国人的习性和性格特点 习霸呢 只要这么做了 就会名垂青史 是时代的真正的英雄 大家呢 也都会既往不咎 他依旧可能还是他的那个皇帝 受万人惊讶 不过现在呢 就非常诡异 很魔政 因为他保证权 要牺牲一切 可是 你得有命想才行 你得从人手中抢回来才行 可最大的根本的问题就是 大多的命脉 仍然掌握在别人的家族手中 人家依然在墙内是有分量的 你去抢 你去动 你去威胁 他怎能束手就擒呢 这就是中国式的斗争哲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网友整理的徐家印的五家球 是关于篮球的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视频 一笑而过 结束我们今天的所有话题 欢迎收看 家印五家球 第五球 家印快下 眼前空空 却不贪功 并没有选择上篮 而是选择打板 助攻 我是指场 万花筒 老爸一台手 我都懂 第四球 到晚对团队配合 忽然不上 继续传导 头脑清晰找到领导 三分大展手脚 拼巧篮板 战术素养很好 就是围绕 主角 三分继续开炮 我们继续讨好 阿佩 把机会寻找 连着三季三分 领导体力真好 第三球 助攻王副总 持前 持球突破 看清局势 对友接球 大鹏展翅 刚才是领导进球了吗 还哪是 第二球 助攻王副总 战术底线球 一致千金 篮下危险品 自投自强 打了你们力度 重新 到底我懂 什么至今呢 第一球 接队友横传 手起 登陆 单场沙子分 MVP 基本操作 自定义5v5 我从没输过 第零球 人民币玩家 持球突入然相 员工队六号小炮 防守铁闸 坐镇篮下 将棋篮下 篮板收下 直接快下 一个快攻反击 结束职业生涯 这个真正的就体现了红社会的那句话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所以啊 和我们的中国人打交道 大家学着吧 很多文化 一不小心 你就盖过了领导的风头 你可能就结束了你职业的生涯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